我覺得美國旅遊好玩的地方 就是因為美國夠大 然後又有一些譬如說紐約、德州 舊金山、LA 就是有好些就是 風景感覺很不一樣的點 或是說美國中間它那些國家都有 所以我覺得玩的地方蠻多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美國是給你這種感覺 就是你每去一個州或城市 可能州會比較好 就是比較好表達我要講的意思 就是你會覺得說 去代不同的國家這樣感覺比較好 我們第一個就來講一下那個就是 就是求學的背景 就是你在台灣的話 你在台灣也是念一樣的嗎 就是那個 奠基 對我在台灣也是念奠基 奠基 所以奠基你的大學 大學就念奠基 對 所以我大學四年跟後來 在中原兩年的研究所 還有來這邊念爽牛 都是念Double Double Double 然後你那個Program是電影 因為我記得之前有中原學生來是 他是好像有一些在台灣有的系 我們這次沒有 對 像小湯跟火華人他們就是電子系的 可是在這邊美國就沒有分的系 對 而且好像我之前有遇到有一個是 有一個學生是通訊 好像通訊相關 然後那個電子 應該 可能也許是研究領域也有點通訊 有我有聽過 我知道有這個在台灣 但王老師不是同學 對 王老師是電力的 就剛好 OK 余老師也是電力 余老師有電力 但余老師沒有被收學生 對 他已經退學了 OK 對 電機 我覺得 我們搞不好沒有做同學的老師 還是 那你那時候就是 算是大學的時候就有想說要 就是要出國這件事情 沒有大學的時候沒有想過 大學就是 大學年 大學年也是參加社團 是不是 對 就是我覺得大學的時候 我也是啊 我大學的時候其實也沒有想過 會 就是來美國這件事情 但可能那時候有想過就是 也許想要去日本之類的 好 所以你有選日文 沒有 後來就是因為沒有 所以是很不直接打X 這樣子 對 然後 所以OK 所以你大學的時候沒有想過 然後所以你是什麼時候開始 就有留學想法 是我從回到終於念研究所之後 然後有聽說 欸有學校 中原跟優達沒有這個 雙聯的方案 然後那個時候就 不過那個時候是 疫情前 你在念大學的時候就知道 有雙聯方案 大學的時候 我不知道 然後大學的時候沒有什麼在關注 學校可以去哪邊交換 或是可以去哪邊雙聯 OK 然後所以後來就發現說 你這個雙聯 然後有這雙聯的時候 其實是你入學 欸 所以這是你留在中原語言裡嗎 就是 你大學是念中原語言嗎 嗯 然後你研究所是念中原語言 是念中原語言嗎 嗯 其實不是 我大學畢業之後有先去工作 我那個時候沒有想到直接考研究所 OK 因為 因為 因為通常 台灣的電極系都是 都是 就是 通財 就是他什麼都要學 嗯 他不像 像小胖跟猴子 他們是電磁系 電磁系的話 就會再教得更專精一點 就是 領域會更專精 但是 嗯 嗯 小胖他們要學的東西 我也會需要學 只是沒有想他們學得那麼深 然後 我們也會需要學一些寫軟體 我們想自工寫的東西 所以就變成 電極系畢業之後 如果 沒有念研究所的話 你就是 每個都會一點點 嗯 但是 都不很 都不是很專精 所以 所以就是 嗯 所以我畢業之後 我就想說 那我先去 找工作 然後看一下我自己喜歡做怎樣的工作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試了軟體工程師 然後做鍋工程部 然後覺得說 我好像對於電力能源這塊有興趣 所以 然後那個時候 我沒有什麼時間準備考研究所 因為那個時候我一邊上班 然後 我沒有時間一邊準備 因為我上班是那種 早上八點要打卡 然後又做到晚上八九點 八九點才 哇 十二個小時這樣子 對就是壓榨 基本這個台灣會出現的工作時數這樣 對對對 然後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看到 剛好我看到中原 因為我有追蹤中原電極系的FB 然後我就看到他的FB就說 現在幾號幾號開放 第二階段碩士考試陸學造成 然後 他的考試陸學只是 送貝審資料 我就想說 好吧 那我就畫一個六個 把貝審資料這裡這裡 然後送回去 然後就上了 所以那個 中原的碩士的Program 其實是跟這個 就是你出國這個雙齡去 碩士是 其實是沒有 直接關聯 是不是 他的進去才選這樣 對 就是 然後我們進去之後 然後 嗯 在碩士的時候 因為剛好我的指導教都是國際處的老師 就是他的行政子是在國際處 所以他就跟我握線是說 欸你們可以去聽聽看 就是這個雙聯的這個合約 就是一個機會 然後去聽人才知道說 喔原來 中原跟UW 還有這樣的一個Program 然後 但那個時候我也沒有想說 我一定要去 我這只是一些方式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 那時候你在上班嗎 沒有 那時候我過過赤子了 就是我就全心去念書 對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沒有想那麼多 是因為 他有兩個條件 就是 一個就是 我必須先完成中原碩士的所有要求 就是 任文要寫完工室完 然後課要全部修完 然後 脫福要考過 然後 那個時候我就沒想那麼多 因為我還有課要學 就想說 就先放在心裡這樣 對 那後來是我 中原真的都完成了之後 然後又 因為剛好是 疫情很嚴重 那一年 2022 2022 2021年 對 然後 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啊 那我就先 不要畢業 然後 花一年準備來 誘導院這邊 對 對 所以是那個時候我才 就是我中原那些東西 都完成之後 我才開始想說 那要不要 就是來 美國這邊 那個時候才開始想 欸你那個時候 他們那個什麼雙年碩士 那時候也算那個什麼 講座什麼事 然後具體的那個 對 那時候是 有沒有什麼 學長請問去分享嗎 還是還是沒有 就是他們 他們自己宣傳這樣子 對 就是我們學校 就是像 靜如檢那時候 還在月班 就是幾個學校裡面 有負責這個方案的一些 老師 跟行政人員 然後辦一個獎座 類的選擇 好好說 沒有選擇 OK 那所以其實這個雙年 雙年碩士是 到某一個時間點 然後 要不要參加 就是 去去報告這樣子 就是這樣嗎 對對 因為感覺好像 就是現在 今年秋天要來那些學生 他們好像是 當然是大學生 然後他們好像 就是 入學的時候 就要去 但是 雙年碩士就不是這樣 對不對 不是說 考碩士進去的時候 我就要確定是 到底這一次 雙年學位要出貨 還是一般 就不適合 對 就是 這個 UW跟中原 這個碩碩士 雙年是 你 你不用一開始 就是說 就是它是可以就是 就是你慢慢 如果培養這個興趣 或者想法的話 你可能練到一般 覺得說 我想去 來準備 但是 通常如果你 越早開始準備的話 就是 就是 就是你考英文 或者是 或者是準備錢 之類的 或者是 男生的話 可能先把 冰衣服完 都會比較 準備得比較充足 對 冰衣這個就是 男生都趕快 可以去當兵的話 趕快去當兵這樣子 不管你現在 任何階段 當完再出貨 這樣子 我覺得蠻麻煩的 對 不然就要面臨 就是 你到底是要 畢業後 先回台灣當兵 再回來 那要怎麼回來 這樣 何寬 何寬 何寬其實是因為 他是回來念書 所以 他可以 把學校 錄據 他是 他老師 其實就應該這樣講 就是因為他跟他老師 他老師有共識 然後他要念過班 所以他老師也知道 他有兵役這東西要完成 所以他就把 其實就算沒有討論也是可以 就是 你說說我要延後入學這樣就好 然後他就回去把兵彈彈回來 這樣回來這樣 這樣是沒問題 因為美國的就是延後入學 我之前也有延後入學 我之前也有延後入學 有一個學習 但我的原因是因為 我的Visa 來不及審請到 來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是 秋天延到春天 但其實 就是美國的延後入學 是可以延一年 但我不知道會更長 所以一年的話 即便他要當一年筆 就是比如說我之後的學生 要當一年筆 其實還是可以 只是我還是覺得 如果你的出發點 是從台灣出發的話 應該就 就可以打完 就先打完 對 就感覺不會卡給的事情 在哪裡這樣子 對然後所以 剛剛就講到那個什麼 他是 等於說你某個階段 然後你申請 然後決定就要出國這樣子 然後 我還蠻好奇 就像你 你覺得 因為這可能之後 學生感覺 就大學生這一批 感覺也很滿足 就是說 你覺得你那時候 畢業先去工作之後 對你研究所 就是想要做的事情 有更明確嗎 有滿明確的 就是 因為我覺得像 學生跟上班族之間 應該說學界跟業界 最大的差別 就是 學界的東西 就是理論性的 就執障的 對對 所以其實你 不管是 不管是像 我已經寫過論文做過研究 然後做那些東西的時候 跟我真正到 就是職場上 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就是 一個是錢 就是 我覺得這個錢的出發點 就是你在做那些研究 你在算那些題目的時候 你不 它其實跟現實 沒有什麼接軌 但那個就是 知識 就是一個你的知識悲觀 對 只是 從你有知識悲觀到 你去用那些知識悲觀 然後去實戰 然後變成一個 你真的有 轉眼的獵人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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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必須 你必須真的去做 才會知道 就有經歷之後 然後才會比較 了解 算是 了解 應該說了解 業界和學校的差別嗎 對 然後 我覺得這可能要講一個比較 specific 例子 比較好讓未來的學生 你會了解 就是 在面臨我應該升學 還是我應該先工作 再後來念這個學生 因為我覺得這可能 對很多人來說都會是一個 很值得去一直猶豫的點 對 沒錯 我覺得 而且我覺得就 以大人 就是你可能 你爸媽的角度 這也會是一個 為什麼你真的會 需要猶豫這個 就是像我當初 我爸媽也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猶豫 就繼續念下去 念完出來工作啊 為什麼要想說 先出來 然後再去念 然後 我覺得這也是那個 就是 文化 然後台灣文化 跟美國文化差異 對對對 我也是來到美國才發現 其實他們更多人都是 工作 然後念 然後工作賺錢 之後覺得說 可能公司可以支柱你 或者是無聊了 然後想要充實自己 我覺得是無聊的 然後或是自己 他想要有一些 achievement 然後他自己想要 有一些人生成就 然後才玩一點書 對 我覺得美國碩士 基本上怎麼有一次 或者是說 有一些人可能是 畢業之後他 對業界其實沒有 沒有說很 這個 或者說對學界其實 沒有非常難吃 對 然後對業界也 好像還好 所以我可能可以再念個書 這樣子 有一些人這樣 可是很少的啊 我覺得當地人還是 大家都想要趕快去工作 對 因為那個學費的 學貸非常重 所以趕快把它賺回來 這樣子 對 所以台灣念書 那個學費其實很幸福 就只有一個學分的費用而已 美國學分 一學分 一千美金 三萬塊台幣 大概就是等於公立學校的學費 對 就差不多三萬 我之前念中興的時候 可能差不多兩萬五三萬吧 但現在講雜費字 就是 在公立學校 博士生學校講雜費 所以其實我們每個學期 還是在講台灣的 學費概念 這樣 就自己講 那個是學校沒有卡 所以那個雜費 是在那個 體育學上面 他們開口是嗎 它叫segregate fees 然後他不是在體育學裡面 他是很外語 他是很外語 他是在那個 體育學他們只有一個欄 或是在站最上面 對 然後他下面就是 不是有一些什麼國際學生 什麼東西 然後上面是什麼 mandatory 什麼 然後下面下面就有 什麼 international 什麼 service 還是什麼 對 然後insurance 然後他是在等下面 對 然後下面就大概幾百塊 這樣子 所以 其實是mandatory 然後student surgery 然後那個 那個 那個雜費 這樣一整專家才 一個 semester 還是要教 大概六七百七八百 但沒幾 就是 把上面的學費 提掉的時候 就是 以 就是以 對 以你們的立場來看 就是 蠻小的部分 但是對於我們 我們可能一開始期待 應該是你這樣子 然後結果沒想到講 這樣子 的片了這樣子 對 然後 剛剛講到就是 這個 你覺得你來美國之後啊 就是 我不知道你原本 對於美國有什麼 想像嗎 然後看 這個 來了之後 覺得就跟想像 有什麼落差 或者是 欸好 跟你相關 對美國的想像 比如說你原本 可能看那個電影的時候 都是這個 好蘭國電影 然後 這個裡面看到 的 可能在美國生活 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你到美國的時候 就覺得說 欸好像 就是 都跟想像不一樣 還是其實就是 感覺這些東西都蠻新鮮的 但是沒有感覺到 就是 shark的感覺 這樣子 我自己啊 我自己的話 是 就是 我是抱著一種 就是 就是探險的改變 這樣子 然後所以就是 即便說這些東西都很新 就是 在台灣都沒有看過 但是大家會覺得 就是都蠻有趣 這樣子 比如說去雲南啊 台湖什麼 這些也是 算新的東西 這樣子 然後我是覺得說 啊 跟我想像的嗎 就是 有一些想像的部分 是一樣的 但是那些並不是 就是一開始生活上自己的接觸 可能是比如說 啊 比如說像我之前 有時候 有去過高中聽 舞台劇 然後就看到他們那個 lockers 然後那個就跟 電影子一樣 然後我就覺得說 電影子一樣 可是我覺得 城市的部分 根本也許是因為 可能一開 我們看到的都不是 你也忘記啊 就是在浩漢屋裡面 看到不你也忘記 然後芝加哥 也許也沒有太多 電影人在爆 這樣子 所以就是 就是可能也沒有辦法 移交這樣子 但我主要想問這個問題 是 就是 有沒有什麼東西 是你看到的時候 然後你覺得說 那個 就覺得說 哇 就是很正經 會看到這個東西 這樣子 還是還好是覺得 千萬新鮮 現在回鄉起來 我覺得 讓我覺得 下個應該就是 這邊的冬天 看到那個溫度的時候 想 怎麼會這麼負二十 喔 對啊 這個 這個確實 就怎麼會那麼冷這樣子 而且你們來的時候 是還好 我來的時候 是一來就直接冬天 然後就想說 還好吧 就是 也沒有那麼冷 就只不過 是負十 十三還是負二 二十 二十這樣 結果那時候我從機場出 又覺得說 不行 這真的太冷了 對 對 那已經臭越冷的感覺 就是那個風 吹在手上 就像戴手 然後也是覺得很痛 就是痛的感覺 你以為冷 然後我就覺得 喔天啊 這邊的溫度 然後那時候 所以我找工作的時候 我就立刻 我要去一個溫暖地方 然後你就成功的 找到一個溫暖地方 工作 對 對 算了算了 成功逃離 逃離威斯康熙 對 不過這邊冬天 的那個冷是 就算 就算已經查過資料 說 好這邊冬天溫度會怎麼樣 但那 靜靜只是一個數字 是真的 然後來了這邊之後 然後走出去買餐 然後才覺得說 那不是一個數字 那個真的會要冷靜 喔對啊 在外面走差不多五分鐘 會痛啊 就是因為太冷會痛 這樣子 對 然後那個走不要很小心 尤其是那個 滑的嗎 對 就好像一次才滑到這樣 那個滑行 喔 天克真的是蠻危險的 那你來留學之後啊 就是你覺得有沒有 嗯 因為 就是 語言啊 然後文化什麼都很多不一樣 你有沒有覺得剛來啊 就是 可能也許你現在是覺得 還好 但是剛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說 嗯 挑戰蠻多的事情 不管是學校或生活啊 挑戰蠻多的事情 就覺得比較 也許比較困難或比較 需要 或者是覺得說 欸有點棘手 或者是比如說聽課啊 還是還是就是在生活上 遇到的事情 你覺得 我覺得 我先講我啊 我是那時候我覺得 停課 我覺得老師的那個 講話的速度 我覺得我一開始就跟上了 嗯 但是 不知道 也許你沒有的感覺 這樣子 這是我個人啊 我個人當初 覺得比較 有挑戰 我剛開始 我大概花了 一個學期嗎 我應該是學期末的時候 會跟上他的速度 但是 那你學期末 哈哈哈哈 我覺得 真的 因為我 我沒有修很多課 就是我只有一年嘛 然後我可以 transfer to 12 Friday 所以我其實不用修很多課 然後我修了課呢 兩門 一門是我自己知道教授 那他是 他是 因為他是 他也是 大陸人嘛 他也是講中文 所以他的那個英文呢 就你可以catch down 那種中式英文 對 中式英文 然後 我其實聽都不是很懂 但是我可以知道 然後他在講什麼 對 就是我可以聽得懂 然後他要表達內容 什麼 只是他那個口音 其實我也不是很catch到他 他有時候 他那個單知道 是哪一個單 所以你上課的時候沒有遇過 就是 你的老師基本上都是非美國人 是不是 還是你有遇過沒有遇過 認識上課 嗯 有上 Semriner的時候有 就是是 美國人上課 嗯 然後 那個課一開始我就是 喔 因為 因為Semriner他現在變成 我不知道這邊疫情的關係 他現在變成 有一門課就是 都是看影片 喔 他不是真的要去現場上課 然後 一開始我在選的時候 就是 因為他沒有說你一定要造一個 怎樣的 所以我就是用挑的 所以我就是用挑的 我一開始就選 嗯 有投影片的人 這樣我就可以看投影片 就是即使我聽不懂 我也可以看投影片 然後他講到哪 然後到後面發現已經沒有什麼 有投影片的可以選 就比較變成那個課的模式 有變成 比如說他邀請了四個guest 然後那四個guest就開始聊天 那種方式 那種就是沒有投影片可以看 我只能存聽力 然後 然後他們可能有講得很快的時候 我就是 嗯 不得不開始練習聽力 那時候我才 嗯 嗯 我覺得 聽說讀寫這影片 比較讓我花時間去試 就是我比較 比較害怕的是聽力 嗯 對 因為有的時候 你可能只有機會聽一次 對 就沒有辦法一直 Sorry Sorry 就不會像Front Dex 每次那個 印度的 印度的那個 委託 你在講什麼 Sorry 聽我好像在講什麼 可是 可是老師上課不可能一直 一直給 repeat 或是 後面我現在就很 很擔心我之後 開始八月開始上班的時候 如果要開會啊 或是主管要 交辦什麼事情 然後 我可能也只有 已經聽一次的機會 有沒有辦法聽一次 就catch out 他們會議在講什麼 或是主管叫我做什麼事情 聽力真的是蠻重要 就是 雖然它是一個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就是進步最快的 可是你永遠都是在 在那個 會遇到 聽不懂的狀況 就是 有時候可能是 也許膽子 然後 有時候可能是 扣力 然後 通常不會是速度 因為你來這邊 可能我覺得有辦理 因為他已經跟 已經跟上各種速度了這樣子 就是 就算再快 應該也是會跟上 這樣子 所以通常我自己的了解 是 你通常會 沒有辦法聽懂 在對方講什麼話 基本上就是 他 他在講這差別裡面 但是 平常不太用到 對 然後 所以 所以如果 像一直在講 研究的東西行就沒有問題 就是 因為研究是常常不在聽 可是你看 工作 工作可能也是 也是也許 幾個月後 或者是 這個一個月後 也許就會 熟悉他們講的一些 惯用 惯用的詞 所以 就算一開始沒有開始 到後來開始聊 但是 我覺得比較會出問題的 就是 當他們開始聊 工作以外的事情 對 就是他今天要聊一個什麼 對 今天要聊個運動 還要聊個政治 還要聊一個 社會上發生的事情 可能就 白聊了這樣子 對 所以 這個 那 剛剛講到挑戰 就是 你有沒有覺得 來美國 就是 蠻享受的事情 或是幾件事 或是幾件事 就是你喜歡的 我覺得 美國你喜歡的部分 我覺得 這個 這個可能會提到人家 我想要來美國的出眾 就是 因為我覺得來到美國 就是 來到一個 自己不熟悉的環境 然後什麼事情都 只能靠自己的情況下 就會讓我覺得 每天的日子都充滿挑戰 然後這種 充滿挑戰 然後我必須想辦法去克服 然後靠自己的這種 這個過程 讓我覺得就是 活得很彈 很充實 獨立的這樣子 對 然後這種很充實的感覺 就會讓我覺得 我活得很 很有 就 不是在耍廢 不是在耍廢 就每天感覺都 在努力一點東西 即便它不是 生活上的什麼成就 但它可能是 就是 自己成長一點 對 然後這種每天都 常常挑戰 然後每天都必須克服一些事情 就對我來說 就像是生活的感覺 對 所以我就覺得 那也是我來美國出眾 就是 比起 在台灣就是 我熟悉的環境 然後我到一個 我不熟悉的環境 我要講的我不熟悉的語言 然後又有身分的困難 immigration的issue 對 immigration 美國真的是immigration 滿 這個immigration game 不好 這個 破關不好 破關的一個國家 對 然後從食衣住行等等 都要 都會有一些小問題 小困難 可是我就覺得 對我來說 那是一個 就是 我很喜歡 你喜歡接受挑戰 對 那所以你說 你說 你來美國初衷 你是想要接受挑戰 還是你剛說 其實本來是 有什麼東西你覺得 來美國會 像很多人 就是來美國 他可能是有個 美國夢 但是美國夢其實有很多種 美國夢 就是 有可能 有些 人是追 追追追美國的 這個某個產業啊 或者是 這個也許到美國發展 更大問題 就是 但是 有些人可能 比如說 他覺得美國就業比較好 或者是 那個他想要體驗 這個高等教育 或者是等等 所以對你來說 你算是 你的初衷可能是 比如說 來美國 你是看 比如說美國哪一部分 是一樣 你要看中 我覺得 還有一部分很 初衷裡面還有一塊很大 原意是 職涯發展 因為我的 我自己是現在 focus的領域 就是 電力能源 但是電力能源 這個在台灣 我念完碩士之後 我覺得 在職涯上 我已經可以看到頂了 就是 就是那幾家大公司 然後 我只要應徵上來 好像沒有比那幾家大公司 更大的公司 OK 然後 然後 不然就是 不然就是走派電 就以我的領域的話 台電就算是公家 機構要考公路員 是不是 對 但是台灣也只有 台電這樣一個電力公司 所以好像 就是我念完碩士之後 就覺得好像找工作 發展比較局限 對 就發展這樣會已經到頂 就是 我已經可以看到頂 就是 不然就是 沒理由我的能力 其實還有 就是要在更頂的話 我們現在再精修 不管是學歷 或是經歷 但 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就以台灣的 這個領域的技術層面 跟發展層面的話 其實 其實 就是 我想 我就想要再到美國來 來創 大家看看 看看那種感覺 因為美國在這方面是 很多創新的點子 然後很多人敢去做 然後 我就想說 那就來美國試試看 看看能不能夠 然後 在美國學到一些 能力 或是技術 是 遠 遠超於台灣的現況 那如果我學會了以後 就是 maybe 我三四十歲的時候 然後 我會了這些東西 然後 也在 美國有這樣的經歷之後 我再回到台灣 那個時候那個技術 可能在台灣 就是 maybe 正要引路 或剛剛要引路 可是我已經會了 對 那在我的career上面 就會是一個 推動台灣的一個東西 發展 對 就會變成是說 當台灣需要 有會這些能力的人的時候 我就 我就可以是那樣的人 對 所以感覺也是 那個 應該算是 機會 然後還有 就業環境 比較 選擇性 蠻多的 然後 也許 就是 在美國 看到 就像你說 在台灣 可能也許你已經知道 最後可能就是 大概在這些地方 然後可能做到 什麼樣的程度 但是在美國的話 可能 就是 人生規劃上面 可能還可以 迎接不同的挑戰 這樣子 對對對 就有這種概念 那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 像我自己也是 就是 比較就業傾向 就是 那 因為畢竟我 唸神語 所以我覺得台灣 一直就是 聲音感覺 還是沒有上來 然後 大概我不知道現在怎麼樣 但是 不管怎麼樣 就是 原本 過後 美國的話 就是 頂多追上來 但是 應該還沒有 然後所以 這個 部分就是 我覺得蠻多 這個 我覺得來美國應該是 對 我覺得工作 尤其是工作之後應該 有些人可能是會想要就是 比如說工作環境 或者是工作 就是這個 應該 應該講 對 應該講工作環境會比較好 就是工作上的環境 或者是這個 大家工作 形態 形態就跟台灣 不一樣 這樣子 然後 剛剛講到的是 然後享受的事情 然後 你有沒有覺得 就是 像現在來美國 就是 已經 算是 算獨角一年嗎 一年半 我是去年 我是去年八月以來 對 所以 快一年 快一年 是蠻快的 你覺得 就是 比如說你現在 回首一年前 然後 有沒有哪一些 決定 或者是 做過的事情 是你有希望 當初 可以改變 或者說 可以做更好的什麼 或者說 其實也還好 是指哪個美國的 對 你有沒有想 比如說 那時候做 可以指導什麼的話 然後 我可能現在 會 也許會 生活上 會不會不一樣 然後可能也許 去帶出號還是什麼 類似像這樣子 我現在 會想 我大概會覺得就是 就是 UWM 它不是有一個 它有一個 有一個 是嗎 U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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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那個 有點像是 UWM的 算是客後活動 客後活動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只有在 去年剛來的時候 我記得 9月去我參加過 UREC 它也有一個小小的 類似 WELCOME EVENT 還是Organation 它有很多個社團 然後在學校 那個球場那邊 就擺攤了 這樣可以去體驗 我就做了那一次 第一次知道這個東西 後來我就沒有繼續去 去Follow 然後再後來 我再一次接觸到這個是 今年3月 2月過來之後 然後那個時候 這邊還在下學 然後我們就透過那個 找到說 學校有辦好幾個 跟滑雪有關的活動 然後很便宜 就是透過那個品牌 然後我才知道說 原來它那邊還有很多 比如說 泛舟 然後去國家公園 然後拍點 然後滑雪 然後還有很多其他的 戶外活動 戶外活動的 對 對然後我都覺得 我回去看都覺得 哇超有趣的 但是因為 就是因為去年來的時候 就沒有再去Follow 就覺得 欸感恩 錯過很多那些很精彩的活動 對然後我就覺得 如果那個時候知道的話 我就是 以我個性 我肯定會是去參加 對 但因為現在知道 就有點晚了 因為它那個活動 有季節性的 對 應該是有季節性 因為它好像有活動 滑雪一定是季節性 對對對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 泛舟那個 泛舟可能 對可是有季節性 因為冬天都沒辦法 對 所以 你回 你離開之前 還可以還可以參加的 就是 跟Kaiyakine 或者是Stand 跟他公司之類的 對 因為你還可以 跟他們借東西 這樣 就是 你目前 你看你現在 他笑的什麼 他笑的好像也沒借這樣子 其實我不太確定 他是怎麼借的 但是 但是對 就是會比我還便宜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我覺得在美國 其實不太像在台灣 有太多娛樂 對 像台灣大宗 可能就是 明明 看夜影逛商場 然後 玩桌遊 或是 美國沒有逛街這回事 對對對 美國逛街 沒有應該說 米娃體沒有逛街這回事 對 好 我不知道 我都要加州或紐約怎樣 但 我覺得美國 比較偏向就是 戶外活動 就是他們的 他們的娛樂 有點消極 就比如露營 爬山 劍走 然後攀岩那些 可是這些在台灣 反而不是大量的主流 因為那些東西要在台灣 可以玩得起來的話 不像美國有那麼多場地 嗯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就是 環境也是造就 他們的娛樂活動 有差別這樣 對 或者是旁邊 我們住在旁邊有這種 奧克力 對 然後超多人在那邊 騎腳踏車啊 然後 跑步什麼的 對對對 然後 就這邊的天氣跟環境 就是 造就了 就是 那樣的風氣 可是在台灣是 不常見的 所以來到這邊之後 我就覺得如果有 我可以早點知道那個 U-TRAP U-REP U-REP 對 我就可以去 至少入門的去接觸到 各種不同的外 這樣我自己想要玩的時候 就知道怎麼 對我覺得這個可能對於 雙聯碩士的學生也許 就不要曲線 因為你們通常都是一年 對 所以其實你們很多時間 都是花在自己的 就是 啊 要畢業 然後已經之後 求職上面 所以也許 時間分配到那個 其他部分 可能有點曲線 但是如果 對於來念個 一年半兩年 上升更久 就是 就是蠻好的 就是可以發覺 學校 或者是城市裡面 各種 就是有趣的東西 對 我覺得 我覺得蠻好 跟二加二的大學生 應該會 會更有機會 就是 參加這些東西 對 我覺得那些都蠻好 像還有什麼 高爾夫球 然後我之前的那個 PIP的學班 它就是馬術城 它是騎馬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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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滑板 那我就覺得 其實蠻多可以玩 但是我覺得 很多可以玩的前提是 要有一個人帶一步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平台就是 U-REP就是會帶你 可以讓你用很低的價錢 然後又趕往給課程 就是 很好入門的一個點 對 嗯 說到PIP PIP 其實下週有一個 禮拜三 會開一課 它是 我不知道你怎麼知道 就是 那個 PIP從上學期 還是去年 還是有一個 算是 算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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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mentor 就是當 mentor 就是當 mentor 你應該自己有當過 mentor 當 mentor 當 mentor 你是 mentee 然後他就是 剛好 剛好在這個影片 可以順便講到 PIP 就講一下說 U-WM其實有一個叫 PIP 是它是 partners in PAL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International 它就是 國際學生 然後讓你 新生去 配對一些 就是 救生 然後救生 你可以問他們問題 或者是 大家一起 一起玩 或者是 有任何事情 一起幫忙 一個 program 這樣 國際事務處 研發這個 大概在 應該是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的時候 開始這個東西 然後一直到現在 這樣子 所以 PIP 的話 就是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這個影片的話 也可以就是去 報名參加 PIP 的 Mentees Mentees Mentor 跟Mentee的意思 Mentor是指導Mentee的人 然後Mentee就是 通常你們是 新來的學生 然後就會當Mentee 像 那時候應該是新來的學生 然後申請 然後當Mentee 然後 可能就可以 問你 Mentor一些事情 這樣子 那當你Mentee 變成 你也是老娘 變成returning student 變成救生的時候 你就可以報名參 當做Mentor 就當初別人 可能幫你 你可以換你去幫別人 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剛剛講 那個 Advisory Community 就是說 你當你變Mentee 當過 你自然你想當Mentor 你就可以參加 這個Advisory 然後它是下禮拜三 你們可以看看 你有沒有興趣 我已經參加了 好幾個學期了 就我已經在這個community 裡面非常興趣 然後其實就是 會跟國際事務處 有開會 然後就是 討論說 我們之後可以怎麼樣 幫助我們新的學生 這樣子 那這剛好是 你離開前 最後一個問題 你可以看看你有沒有興趣 就是下禮拜三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再轉記信念 這樣子 對 然後 所以那個是剛剛的 U-REP還有TIP 就是大家都是可以去參加 真的是 滿好的資源 這樣子 那你如果 剛剛是講到 那個 學校的部分 那如果想要給學弟妹 建議的話 比如說你從你求學 走大學部 到研究所 然後到現在出國 畢業 然後找工作 你有沒有覺得前面是哪個部分 也許自己 或是你看到別人 就是你覺得可以給他建議 讓他可以 這個 也許他知道這些事 或者是 多做了什麼事 或多考量什麼事情 也許他後面會比較 不一定說一定很成功 就是可能比較順利 順利一點 你有想到任何部分 我覺得 一個 我這邊想講的可能是一個原則性的 就是 就是不管是我自己經歷 或是我看到我身邊的同學 然後朋友 我覺得在 求學路上 或者是 工作上 就是 你這樣日子過不來 你總之會面臨很多選擇 然後 我覺得就是 我常常看到很多人就是 在 離正 因為你有時候你會選擇 是有dayline 但是 所以你的dayline越來越靠近 大家可能一開始就會想說 好我可以怎樣 我可以怎樣 但是 那都經歷是想 你會知道你在做那個選擇 譬如說我那個選擇就是 我要來優待人 那我會知道說 我最後送出申請就是3月 那我送出申請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 考慮說我一定要 完成這類學業 然後我可能就會想說 好那我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做 可是 很多時候 我自己有時候也會陷入那個漩渦 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就只是一直在想 可是卻沒有去做 嗯 然後就錯過了 然後時間就這樣過了 所以其實你錯過了很多 你可以把那個事情做更好的時間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 就是 這個 我自己給 我自己就會常常提醒我自己 就是很多時候 當我陷入一個 我一直在想 而沒有做的時候 我就會緊提提 說好我不要想那麼多 我今天就先做一件事 然後就像我最近 我現在 我最近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規劃的road trip 就是從 從這邊開到 開到 LA的那個road trip 然後我 我每天都會想很多說 我要 我要 在哪邊停 然後在那邊停了之後 要去做那件事 然後 但其實那都僅限於想 就是我還沒有真的做 做一些實際的事 所以我覺得 我發現 當我發現 我陷入這個 只是在想 而沒有做的 雪窩裡面的時候 我就會 跟自己說 好拿住 那我今天 我今天就定 第一個點住宿 我今天就是一定要做到這件事情 這樣就代表 我真的實際上 做了一點點 先求開始 再求好這樣子 就是至少 有一些 小進展這樣子 就不會說一直 還是停留在這個 紙上旁邊 就是可能 有一些這個 應該說 開始做之後 才會知道 缺什麼東西 對 或者說 或者說 還有就是 還可以 也許 沒有你想像的 這個 困難還是什麼 這樣子 應該說 對啊 我覺得開做之後 你就會知道說 這件事情開始進行 然後 就 至少他 不管他成果是快 還是慢 那就他是在前進 對 就是 我會覺得 其實很多時候 自己或身邊 他好像都很容易陷入全部 就是我一直在想 要不要做這樣 對 但是他都沒有做 他想很多但就是沒有做 但其實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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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我以前都不會發現我自己這樣 這個我會有這樣的 模式也是別人跟我講的 然後 然後 我那個時候是 我跟我朋友去 德國談公換室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有一份工作是要幫別人蓋房子 OK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是女神 所以我們分別到我工作 就是抹天花板的泥漿 對 然後那個時候他給我們超多房間 然後說這間要抹那間也要抹 可是那個泥漿要塗三層 而且必須第一層感染之後再上第二層 因為他會一直咬下來 然後我們必須自己拿那個水 去滾那個女神 就是非常的累 那個時候我就有點崩潰 我就想 開始想很多說 我要不要逃離這份工作 還是我要去跟這個host negotiation 然後談一些我們的工時 我們的福利 對 然後我 因為我就在我朋友旁邊 所以我一直在想這些有的沒有的時候 我就嘴巴就講出來 然後我朋友就覺得我很煩 我朋友就說 不要想那些有的沒有的 你嘴巴講跟想的時候 你多麼兩 當好話我們就可以找兩 兩分鐘的休息 對 他就跟我說 當你想那些有的沒有的時候 你就 當你發現你陷入自己在想那些有的沒有 於是無益的那個漩渦裡面的時候 你就跟自己說 Just stop Just do it 做演就其實也比較好 所以做很多事也會這樣 所以做很多事也會這樣 對 我覺得很好 就是那個 確實就是踏出那一步開始做了 然後事情才會開始這樣子 對 就是要走出去 對 反正你一直在想的話 就等你 你跟放棄一樣 就是你其實是沒有動 這樣子 那一直想其實是沒有做的 沒錯 對 對 所以我覺得我覺得這個蠻重要 尤其是在 而且 動作這個事情可以 也可以拿來講說 在 因為在美國其實是一個 你沒有 你沒有做 或者是沒有講話 別人就不知道 就是你有這個問題 對 就是你有這個需求 所以其實這也同樣應用在 就是當你有問題的時候 你要主動提出 你主動要求救這樣子 或者是主動問人 因為他們不會 不會你坐在那邊 就知道你放什麼 對 這就跟台灣是差蠻多的地方 對 台灣比較熱心一點 然後 而且台灣有時候你講 有時候為什麼有人會 concern要不要講 就是講的時候 可能別人又說 你幹嘛 你幹嘛 這個跟我邀請我這個 這樣 但美國通常大家 我覺得可能是文化的關係 就是 就是 他們會知道說 OK 就是 即便說你提出來 這可能也許是有不合理的要求 還是什麼 但他們會知道 原來你就是要 你需要這個東西 這樣子 然後別人再進行 進行去協助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對於心聲 剛來是蠻重要 就是因為 很多時候就是 學長進行的思想 會不知道你們需要什麼 這樣子 然後 所以你可能要 這個提出你的 有什麼困難 然後我們就直接 就很困難 失去幫忙 這樣子 這樣是最好的 或者這 同樣也是 應用到 如果遇到你教授 或者是 這個 在美國這邊主管的話 然後 你如果有什麼 需要幫忙 任何事情 我就直接 執求對決 對 我覺得在美國 真的就是 你要直接講出來 就是 在台灣我們可能會 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委婉一點 或是我這樣會不會不禮貌 或我是 我這樣會不會 招人白眼 或是我這樣會 特地獨棄 讓人家覺得我很奇怪 只是我覺得這些 這一套 在美國是 完全不能這樣做 因為你在 如果你在美國 還是這樣想的話 你將會失去很多的機會 嗯 然後你可能 就是真的會 就是 得不到你要的一些 就是 本來該屬於的東西 因為英文你沒有講出來 或是 你沒有去自己正確 那我們下一個來談談 就是 算是已經到 沒申請的問題了 但是我們最後 這個部分就是來聊聊 就是 你找工作的部分 好了 就是我想之後 很多學生也是會很有興趣 之前其實 嗯 不是很有機會 聊到 就是 錄Podcast的時候 不是很有機會 聊到工作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講 就是 嗯 就請家庭分享 所有找工作的 大概流程 就是你在找工作的流程 然後已經 就從你開始申請 然後到 到你錄取 可能會 可能會遇到 那些事情這樣子 我真正開始有找工作這個動作 是 二月 一月 我是一月三十 因為我寒假來回台灣 所以我大概是一月三十 一月三十以後 再回回來美國 再入境美國 然後 所以那個時候已經要二月了 所以我真正開始有 去實行找工作這件事 二月的時候 那我 開始就是 就是很簡單 就是先開始做個人意 先先蓋 然後 然後一開始二月的時候 學校有辦幾場 嗯 教你 嗯 如果自我介紹啊 如果寫履歷的一些小講座 可以去參加 但那個時候 也因為我時間大不上 所以我沒有去 不過就像學長講 學校有那個 Writing Center 或者是有一些 Career Center 大可以去使用 他其實是隨時可以 可能語言 或是請其他幫忙 改履歷都可以 對 所以第一個 入手的事情就是 改履歷 然後再來 第二個就是 看學校當學期的 Career Fair 是什麼時候開始 然後一定去參加 雖然那個沒有多大的機率 但我覺得那個是 可以很好去練習 如何跟別人 介紹自己的一個機會 因為他有很多攤位 然後你幾乎 每去一個攤位 你就要重新介紹一下自己 所以你會有很多練習的機會 練習後說啦 介紹自己這樣 然後你會強迫你產出一個女畢這樣 對 對 那個時候的履歷不用性完整 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那個時候 即使那個廠商跟你收了履歷 他也不一定會乘上去 所以我覺得他們只是做做樣子 就是一個流程啊這樣 但是我覺得 對於那個時候的我來說 我的目標 並不是要在Career Fair找到工作 只是說我要去練習那些廠商 怎麼跟他們介紹我自己的學經歷 還有就是他們看到我的決定 會想要知道什麼問題 會想要知道關於我這個人什麼問題 然後因為既然是他們會想要知道的 那我就再把那些那些點 再修改到我的履歷上 所以我覺得去參加Career Fair 是一個人好 你可以去知道說 你下一個階段要怎樣改善你的方向 我覺得找工作這個部分 從我開始找到現在已經找到工作 這個過程其實就是 你要一直不改不停的去修改你的履歷 因為履歷就是你在職場中的敲門轉 他僅僅只是敲門轉 所以很多人 我身邊很多朋友都會 就是他們來問我說 欸你是怎麼改履歷了 他們通常糾結的點都是 可是這個不是真的欸 就是或是說 可是這個我不會 就是或是 可是這個我心裡很沒有底 有寫上去可以嗎 那如果我不會也是什麼 我要怎樣寫上去 才可以讓我們的畢業看見 我覺得 我覺得這都不是一個 你需要花太多時間去Care的點 因為 因為你 其實 如果我在職場工作過 我就會知道 有時候你看到履歷 這個人說 欸我會C 我會C Shop 還會C++ 然後我寫都寫做什麼 什麼project 結果等他進來之後 真的要他寫好 不然 在你這個上線工作前 你先用C++寫一個 開檔讀檔存檔的程式好了 結果他可能不太會心 所以就是你 就有種 這個商品的那個Sales 就是他行銷做得好 結果買了之後 發現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的感覺 對 但我覺得對公司來說其實 其實或多或少 他們自己心裡都會有底 就是一定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所以其實履歷的定位就是敲門轉 你只要很有策略去行銷自己 去promote自己 可以拿到面試機會 這是履歷的唯一目的 至於他的真實性啊 然後還有你寫上去的那些 那些 尤其是 嗯 美國他們 在查履歷的時候 他們 maybe 會用一個軟體先去塞過 然後他那個軟體 篩選履歷的方式就是 他會看你的Numerical 你這份RESUMENT Numerical的Percentage 搞不搞 就是譬如說 我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提升了50%效應 這個50%這個數字 在履歷裡面 就是用 他們會用一個軟體先塞過 看你這個履歷裡面 數字多不多 然後再來就是 關鍵字 比如說這個學是 Process Engineer 那我 maybe 會想要知道 怎樣怎樣幾個關鍵字 在你的履歷有沒有出現 然後出現次數多不多 然後答一個分數 然後在這個肉口裡面 所有的競爭者的履歷 都被打一個分數之後 他 maybe 只挑出了 80分數 80分以上的履歷 然後再用人工去 去越來 就是在美國找工作 跟台灣找工作 最大的差別就是 台灣就只有那樣少少的人而已 所以 然後你的工作機率 也只有少少的那樣 可是在美國是 有超多公司 然後超多人都在找工作 不僅有美國人是自己的人 還有很多競爭很激烈的 像這種 國際 這種 對 非常非常想要找工作的 國際 或是 國外 甚至還有不在美國的 其他的人也想要找進美國的工作 所以 在美國他們 看履歷不太可能 給你人工每一量讀幾百分 他一定會先用什麼東西篩過 然後 再用人力去越來 所以你的履歷 要可以過得了 AI那一關 然後還要可以在人工 那個翻閱的時候 那個幾秒 十秒內 十五秒內 讓人家挑出來說 欸這份 先拿起 這個或許可以交來 phone screen一下 所以我覺得履歷就是一個 敲門端 然後拿到面試以後 就又會是另一個階段 我覺得我 我對於面試的準備就是 我會先從 phone screen 的時候 就第一關HR打 HR打電話來 跟我 跟我talk talk的時候 就先直接問說 這個工作需要什麼 如果進到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階段 Hiring manager 面試我的時候 他們會想要知道我的什麼 就很直接的問HR 那這時候 其實HR他們也不太會嘗試 因為如果最後你真的上 他們搞不好還有bonus 所以他們也不會嘗試 他們一定會跟你講 他們就會說 比如說我面試隊 是一個medium voltage engineer 就是 翻證中文就是中壓電力的程式 然後 我就很直接問那個HR公說 我覺得下一關 如果你進到下一關的話 那個主管會想要知道的是 你在 在中壓這一塊 你做過怎樣的狀態 然後你怎麼做這個去設計 他會想要知道你這邊的經歷 所以 他就比如說 你必須通過你的經歷 你的經歷 設計 然後 你必須想要怎麼表演 就是我必須想 我應該要怎樣呈現 其實他那個時候 HR給人為一個很好的 一個key point 就是 通常 美國第二階段的面試 會是非常非常困難的起訴面試 他會真的就是要很知根知疊的 知道你的專業能力到哪裡 所以是好幾個人會問 對 然後他們 他們可能會有 以後要跟你身為 比較接近同事層級的engineer 來問一些比較簡單的問題 他們也會有 那一個engineer 那個team的主管 就是hiring manager 來問一些很犀利的一些專業問題 然後他們應該還會在 我自己遇到的情況是 除了兩個 一個內容的同事層級 然後一個內容的主管 然後可能還會有一個是 合作方的 然後跟你這個team合作的主管 然後也有可能是 不是你具備你這個team的 專業能力的主管 但是可能是 再往上一個人的主管 對 然後他們會問一些很技術性的問題 然後有一個大主管在旁邊 全程觀看 然後那個大主管 可能不是你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team的 有技術上面的觀念 但是他就是 會管到你這個team 所以他也要把關一下那種感覺 對 所以第二個 只要第一個full screen 或者是第一個 第一階段HR的那種 電話面試過 基本上你在那個面試 你就可以一一一略知道 你會不會進到第二階段 就是那個HR 只是打給我來確認你這個人 然後 幹 就是 確認你這個人的履歷跟 是不是跟履歷一直同 對對對 你沒有 你沒有真的狹敗也太嚴重 太扯敗也太遠 然後確認說欸好 這個人這樣 然後就會成給主管 所以其實你第一關就知道 你會不會進到第二關 我甚至還有那種 收過那種 連第一關都沒有直接 跟我們要面第二人面試的 然後 第二人面試的話 你可以稍微 就是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可以稍微判斷一個內容 就是我現在收到這個面試 到底是第一人還是第二人 就是 第一人面試通常是15到半小時 然後或是用打電話的形式 當然我也有收過 teams meeting 或是room meeting的那種 想要跟我face to face的演用 然後我也有收過獵頭公司的 就是 就把它當作for screen 就好 就是 15到30分鐘 然後跟你聊一下你的旅行 通常會問你的問題就是 你現在在Wisconsin 你會不會願意relocate 然後如果你是在Wisconsin 你投的是NKE的 Milwaukee的工作的話 那你 我這個可能是在Madison的工作 你每天可不可以接受 多久的通勤時間啊 然後 你也會需要sponsorship 然後 你可不可以跟我簡單介紹一下 你的work experience 然後你念書的過程中 做過什麼事 都是一些 這種 不會很真實的去試探你的專業能力的問題 所以其實第一關 我覺得第一關面試的問題就是 都是很general 只要有準備的話 然後多練習其實都不會 不會有什麼難度的 真正難的是第二關 你不知道會不會問什麼專業問題 這就是很多computer science上面 在153門底上面 都會很多人提供提庫 就是說要去刷提啊 刷什麼力口 因為那些東西就是 你第二關 第二關你很難確定 對方會問你什麼技術問題 可是那個又是最關鍵 它要不要用你的一個環境 對 而且我發現 我發現美國現在好像沒什麼在 我自己跟美遇到 我們都沒有被問到 什麼第三人面試 或第十人面試 像我是第二人面試 對方就給我offer 對 我自己跟我現在身邊 剛找到了什麼工作 我是二人面就拿到offer 所以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疫情狂 他們沒有盛行on sign 面試 有可能 對 然後二人面就直接決定 要不要給offer 三人面就會要不上 然後通常 對 就我自己 survey到的 只要是第一人就打電話 然後 或者是面試 然後第二人就是 就是會 virtual meeting 然後 如果還不確定 要不要你第三人 就會給他上 對 但 但我也有考 也有思考 或有可能性 會不會是因為 那個 那樣子的 支持化的流程 是屬於真的很大的 或是Google 或是Meta 這種真的很大特界 他們才是種類的樣子 對 對 喔 OK 感覺 但我覺得 疫情後 感覺也有可能 很多公司的 這個 也許是執行 還是什麼 是政策上的改變 然後就變成說 主要是因為線上的 這種視訊軟體的 補給 所以感覺 也許 on-site 因為on-site 其實每次 為了要看到你的分別 然後 也許 覺得面對面 見面三分七 這樣 感覺 然後 但是 這個部分 也許可以取代掉 這樣子 但 我也不太確定 說到現在還有多少公司 在執行 on-site 這個部分 也有可能說 on-site 是變成學界 主要會on-site 學界會需要你給你的 talk 這樣子 然後 就是 對 Post-Dark 或者是 Faculty 都一樣 對 給 presentation 也許是 四十四五分鐘 一個小時之類 這樣子 所以 那個就有on-site的意義 你總不可能 是也可以 只是說 比較不一樣 就是 on-site 就是大家坐在下面給你講 那如果online的話 就是大家就是 只是在 這個 背後這樣子 那個 電腦前面看得講 這樣子 然後 就我這邊再補充一下 就是我 今年 現在這個時間點 是2023年 的 Spring semester 找工作的情況 對 我 我 我分享一下 我海投的數據 就是 我大概是 每天會固定同 10到15份工作 然後 我的履歷 大概是改到 第六版 對 第六版 第七版的時候 開始突然 開始面色量 突然增加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要 你 你會有個問題 就是我履歷 到底要改到 什麼樣的程度 才是ok的 其實你就是 改好之後 你直接丟到 那個 indeed 或linking 我是丟indeed 因為 它操作起來 比較像台灣 在用的 104 它比較簡單 直覺 然後 它比較多 工作 是可以 Easy Apply 就是你把一份 PDF的履歷 上傳到indeed 上面之後 如果那份工作 是可以可以 Easy Apply的話 你按 Apply的那個按鈕 它就會直接把履歷 遞充給那份 公司的 那份 那份 job title的公司 然後 但是它 可能會隨附一些 小問題 比如說 你的聯絡方式 然後你的Gender 然後你的 學歷 或是 你有沒有什麼 什麼技能 所以回答應收到 就是簡單的小問題 可是那個 那個方式 會比 你用linking去找 還要快 是因為 linking 我自己用起來 linking 比較 我會覺得要花比較多時間 是 比如說我要找 Electrical Engineer 而且還是 Focus on Power System 我必須知道 有哪些公司 是做這個 然後先去把 那些公司的 關係網路找到之後 再點進去 那些公司做投入 或者說 linking 也可以就是 它會跟經理找的 一些職權 然後幫你遞送 每天推送一些 工作機會 可是那個其實還蠻有限 然後我自己覺得 不用營地找 我可以直接用filter 然後去拉出來 譬如說在 New Jersey 或者是LA 直接拉出一個區域 然後那個區域裡面 屬於Electrical Engineer的工作 然後工作要求是 學歷要Master 然後工作方式是 remote 或者是 hybrid 還是說要sign 就是我都可以先設定好 所以差別是在那個filter 是不是 我覺得營地的filter 我覺得用起來是 我覺得比較直覺的 可是linking的話 比較沒有那麼 沒有基準 這樣 對 操作起來會需要花上 比較多的時間 但是我兩個都有用 然後我用的方式就是 營地的是我投履歷的一個 投地的地方 然後linking是我 聯絡了一個窗口 也就是說我遇到有好幾個面試 是他在營地上看到我的履歷 但是他用linking聯絡 我想要面試我 可是他開了學 並沒有在營地上面 那種有一些是獵頭公司 有一些就是公司HR 自己來找 好我現在再講回來 我那時候投履歷的那個數字 每天投10到15分之間 所以這樣我一個禮拜七天 大約可以累積到100分上下 然後再隔一個禮拜呢 我就可以收到前一個禮拜 這100分海投的履歷裡面 每一個或兩個裡面是幾個 所以其實這percent就是1%或2% 也就是說你投了100分履歷 那可以拿到一個或兩個form screen 然後他實際的間隔大概是一個禮拜 也就是說我上個禮拜投100分 那我這個禮拜 可能可以從上個禮拜投 那100分裡面收到一個面試幾個或兩個 然後當然他是隨著你的累積這樣 因為有些公司他 像我直到現在還有收到我 因為現在是現在是6月 第六個中 我現在還有收到我3月頭的公司 就是的面試 覺得那時候投的現在才收到 對那時候投的現在才收到 所以其實快的話 你大概是下個禮拜就可以收到 或feedback 可是慢的話 像我3月頭的產子 這隔了快3個月 兩三個月後才收到 所以不管怎樣 我覺得心態上跟那個數字 數字上你大概就是 你必須每天穩定的頭10到4頭之間 然後一個禮拜必須要一起到 100分開頭的量 你這樣子 當然這個前提是你的履歷 放到求職事檔上 已經是一個還不錯的敲門專 會願意有人給你封水 我覺得你要怎樣判斷 其實我的履歷已經是一個還不錯的敲門專 就是先看會不會有獵頭來找 當有獵頭來找你的時候 公司的HR常活就會看到你 因為我覺得獵頭速度跟 我當初收到獵頭的 你要怎麼認出他是獵頭 你說他從linkin給過你這樣嗎 然後他就是獵頭這樣 可以先看他這個人的態度 他那個公司是不是獵頭公司 因為如果是獵頭公司 就會看到他那個是什麼 那個英文男生 我不是很確定 但是他翻成總統 大概就是什麼人力公司 然後 requarter的嗎 還是什麼人力公司 也 或者是Tesla這樣一個公司 他會是一個名字 但是你可以很明顯知道 他那個不是在做一個什麼產業公司 他就是人力公司 然後 或者是透過他跟你講話的時候 他問你問題 他不會很明確 他不會有 他不會是因為一個job 他會過來問你 他可能會跟你說 他連問你的時候會說 欸 你好我是要誰的誰 然後我這邊 有人為 可以託我找一個Electrical Engineering 然後他的公司福利是大概怎樣 在哪邊上 然後你有沒有興趣 有興趣的話我們可以想聊 就是感覺他是一個 幫別人找 幫別人找 找求職者的一個中間 總結的 對對對 你可以很明顯的從他連問你的時候 就從治理行間觀察到 他並不是那間公司的A學 然後直接來找你 他感覺是透過中間你的什麼 對 了解 然後那個時候 你可能就可以判斷說 你的履歷有效打擊 打擊這個 這個獵頭公司這樣子 對 我會覺得獵頭 有沒有開始有獵頭來找你是一個 很關鍵的點 是因為 那就是獵頭的工作 所以獵頭會找你就代表 他覺得你這個人是有 潛力被雇佑的 他才來找你 了解 因為他們 因為像我自己有獵頭 獵頭 我就很直白問 就是 你們這個是 你們這個是怎麼運作 他說他們就是 在市場上先 就是 定義上先找人 對 然後找到一個人之後 譬如說 因為他們自己的負責放完就是 因為像我是找Elector Engineer 他們的負責放完就是 比如說想要找Elector Engineer 如果你有你的公司 他會有一整批的公司名單 譬如說他是在MKE的公司 他就會一整票 MKE公司的名單 然後你拿到三十家公司 然後他的同事拿到另外三十家公司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去找 欸這個人好像是找Elector 我覺得 你看一下這個人 有沒有OK 覺得這個人有潛力 他就會聯絡 然後聯絡你之後 了解你的需求之後 然後再看他手上那三十家公司 有沒有就是 有Match的 然後他就把牽線 然後如果成了的話 那就是他的業績 OK 對 所以獵頭公司是這樣沒錯 所以 所以如果他 有獵頭公司還開照 就代表你在市場上 已經是一個有 有潛力的競爭者 對 了解 那 你要分享一下 你錄取的這件更事嗎 我還不是很 很清楚具體的了解 他的公司在幹嘛 我知道公司在幹嘛 因為我在台灣做的就是 應該說 就是 分享是說 應該說你剛剛講的那些 就是在你 你現在掌握這個工作 也是被聯絡嗎 然後 還是他的公司的人 是公司的HR聯絡 公司的HR聯絡 公司的HR聯絡 這樣子 多可 了解 我覺得這個就是還蠻剛好 就是 他那個 他那個 他那個缺 在一地上 大概是十到十二天前 鋪出的 就是剛鋪出不久 然後 我過觀察 他同一間公司 有鋪出了類似的 子缺 然後有好幾個 所以我自己判斷 他們公司 可能是新開了一個 或是新的 有一個什麼建案 然後 或是未來有什麼 規劃要成長 所以現在開始 就是突然開了好幾個 相關有關聯性的權 然後同時在一地上找 所以我就覺得 那就投看這些公司 因為我覺得 在美國找工作 不像在台灣找工作 就是台灣的公司 就大概哪幾家 所以你其實 就會知道說 譬如說 我知道紅海大概是怎樣 我知道台積電大概是怎樣 然後或者是我想要做 什麼產業 我大概就很容易知道說 有哪幾個公司 台灣那個如果照你一天使 到數捷 大概一天就投完 對 可是美國 美國不是就是 你可能看到那個公司的名字 還不知道那個公司做什麼 而且美國有很多 startup company 就是那種新創的公司 那這個 其實新創公司 也是蠻多不錯的 就是他們可能有些後來 發展 然後就被大的公司買走了 還是自己發展成 比較大的公司 對 也許可能等你去上班之後 然後我們可以再錄一集 是跟 就是直接跟工作相關 那你會知道比較多東西 那可能是年底 可以可以 反正就給你 給你唱 那我年底也是想要飛玩 就是 譬如他們畢業的時候 他來參加畢業的 對 然後剛好 剛好那時候比較冷 所以適合待在室內錄park 哈哈 就想說 就想說他們畢業就回來參加 OK 那今天最後就是想 想要就是 問嘉明 就是 接下來有沒有 這個 比如說在美國 然後你之後要去這個 駕州 然後有沒有什麼 短期 或中長期的計畫 就是 這不一定是說 要給學生 這同學建議 是單純我的好奇 就是你自己的 有什麼計畫 接下來 我的短期計畫 就是 眼前的必須要做的 可是就趕快站在那邊 找到一個住的地方 OK 所以你住的地方還沒有找 對 長期但還沒有找 但是後來 我覺得你現在找的 應該會跟當初 因為當初你還不確定 就是你什麼時候買到車 可是你現在已經有車 所以你就是確定說 其實你不需要住 非常非常近 對 我一開始 有點不太敢找長期住的地方 可是我怕 Ruby Fires 或是公州上有住什麼問題 所以我一開始想 短住 Airbnb那種 但後來我發現 在加州租房的簽約 有一些 有一些房東 或者是經營那個 Apartment 會要求 住宿者要提供 Rental Insurance 我還沒有去了解 Rental Insurance 但是因為我前陣子在 在Survey 那個Car Insurance 的時候 有順便看到那個東西 所以我猜 Maybe Rental Insurance 就是 他那個保險就是保說 如果你有什麼 你會突然 突然說我要走 對對對 或 我覺得應該是保雙方 就是如果突然 房東不讓你住 對啊 我覺得是保雙方應該比較合理 不可能只有保他自己 對 因為就像 車子保險也是保 如果你中 或別人跟別人中 所以我覺得 Rental Insurance 我自己猜啊 我還沒有真的去查 就是應該也是保 如果你突然不能住 或是你突然不住 類似這個邏輯 我猜 所以我如果有這個保險的話 那我就覺得說 我可以找長期 對啊 然後再加上這個保險 所以如果 突然突然不能住 或是你突然不住 或許這個保險 可以Cover到 一部分順勢 對 那 那再來 除了這種 私衣住行很基本之外 我 再來就是下班 就是要適應工作 工作長 放往心進去 我們公司 不太會派很重 burden的事情給你做 所以我覺得 就適應工作環境啊 然後全英文工作環境 我還沒體驗過 又是越新的挑戰 對 非常好 然後 中期的話 就是 我會去考PE執照 PE執照 我不是很確定 他那個英文怎麼 自己才是 professional engineer 就是 欸 你是直接考PE 不是先考FE 還是FE跟你沒有關係 我開始講 FE的英文怎麼 沒有大概 FE 因為我把你以為 PE跟你沒關係 因為PE 其實是 通常是 Civil Engineer 也會有聽到 因為我第一次先考FE 然後之後可能會考PE 這樣子 所以 我的理解是 可能會先考PE 可能先考FE 再考PE 這樣子 然後 如果你到時候 你後來發現 你要先考FE的話 我可以 我可以再介紹我第一 給你問題 對 所以但是 但是FE可能去查一下 他 他是什麼所寫 不太確定 去查一下 但PE的話 PE的話 應該 我想大概你講的PE 應該 我想到的PE 應該就是一樣 應該就是一樣 因為如果你第一次做Civil Engineer 對 就是那個領域 因為我的工作就是 那一個領域 只是做領域 然後 我 那是我中期計畫 是因為 考到正照的話 我就比較不擔心 如果OPE期間被FIRE 要再找到工作的話 我的那個競爭力有問題 因為非常非常多工作人 都會要 拼命成長在那邊 而且他那個是 他考到的時候 你如果去到別的州 好像還是可以 還可以換當地的州的理 而且 PE在台灣 好像也是可以換 PE喔 就是 應該應該是 照我講應該是要可以 對 好像也就可以換 所以我想說 就是先考那種證照 OK 他FE是 Photo Manual of Engineering 所以是Photo Manual 那PE的話 我現在猜是Professional嗎 我也就是IP 所以我覺得有可能 你要先 有可能 對 但你要直接越級打怪 打P 應該是可以 我覺得 我可能先看看考試 因為我還沒有了解他 是考那樣的 OK 但是我覺得那個 會是我在適應 新的生活環境 跟 新的工作環境 之後下一個 就是 發生要做事 就是考量正照 對 因為其實你有那些證照中 應該我覺得也是 會 會有點 就有點像 像在美國 得到一個身份 會那個 增加你的工作機會 對 然後或者是省錢 等等 我覺得應該是 幫助FP 這些東西 OK 所以 短期 短期是找 付出 對 先先安定性 什麼問題 蠻好的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今天謝謝嘉明 分享很多 這個 從一路 這個求訓到 找工作 這個大補貼 真的蠻好的 就是 對 如果大家看這個影片 有什麼問題 關於工作 還是任何 就是 想問 嘉明的問題 或是問 問 這個 念這個雙領學位 學生問題 可以在這個 下面留言 然後 我們也會放那個 看 嘉明如果 覺得OK的話 我們可以放你的 旅立的 這個PDF抄流解 給大家參考 這樣 或是 或是 也可以放你的 你的email 讓大家可以留言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 就這個訪談就到這邊 大家拜拜